嗨大家好 今天我要修复我房子的一个小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这个房子的分特别大 我的房子是一个南北通透的一个房子 正南正北 那边是山 然后常年有从北向南的这样的分 分大呢也算是一个优越嘛 通风嘛对吧 但是有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缺点 比方说分特别大的时候 像我们新疆啊 分纱大起来的时候 那个分真的很大 我站在阳台上站都站不稳 那分确实很大 但是分不大的时候呢 就自然的通风 我这个房子通风非常好 这个叫什么来着 穿堂风啊 就是很舒服 通风完全OK 呃但是就是有的时候 刮大风的时候 我的这个窗户啊 存在一些问题 外面正在狂风大作 看我的头发都会吹成这样 这个灯一直在晃 这个灯一直在劈里啪啦劈里啪啦的响 来我们看一下窗户 就是它的这个线位器啊 看一下 这个线位器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地方有颗螺丝 把它拧紧 然后这个窗户就被卡住了 就关不上了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线位器实在是太单薄了 这个就质量太差了 用料就是你看这个 这个金斧的厚度 一个毫米吧也就好 一刮起大风来啊 根本撑不住 而且它这个设计 它这个利弊太短了 看到它在这个最里面 如果说从这连一根这样过来 就利弊长一点 可能它还能拉得住 但是这个利弊太短了 就是我厨房 内扇窗户的线位器 而且有一次刮大风 直接就给折断了 直接就报废了 然后我就去配了一个新的 来看一下我厨房的这个 那我厨房的这个 我重新配了一个 我去买的时候 你看这个还厚一些 这个有两个毫米厚吧 当时买的时候 我就说我要最好的 大家猜一下这副多少钱 这副8块啊 就是这窗户上元带的那种 5块钱一副啊 这个房地产开发商 连这3块钱都要省啊 这但是 我觉得这种 它设计还是不合理 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利弊太短了 所以再加上我这个房子层高特别高 一遇到大风的天气 它肯定是拉不住 结构上的问题 就是这种塑缸窗啊 天生的缺陷 看一下我这个房子的窗户 我这个房子窗户就是 铝合金的啊 看一下 这个设计就很合理 这个设计就很合理 它是上翻 然后它的铰链是这样子的 这个铰链也很粗壮 一边一个铰链 看 这个就很好 它可以拉得住 但是换这个铝合金窗户很贵啊 我这个房子就换了这一扇 其他的都是塑缸 就是如果有钱的话 还是把这些窗户都换成 这种铝合金的窗户要好一点 所以呢 我在网上买了这个东西 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看 一副两副三副四副啊 这个东西叫做窗户撑杆 ok 买了4个啊 我们现在去安装 先来装这个窗户 这个盖是这样的 然后把它的螺丝拆掉 这螺丝还挺长的 然后 这个 它这个跟这个是 一起的啊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堆回去 看一下 把这个给扣回去 好了 这个地方就多了一个这个 扭扭 窗户也能正常的关上 然后就装这个啊 看一下 给大家比划一下怎么用的 就是这样子的 看到了吧 它可以有好几档 但是这个东西不能装在这里 要往下一点 这样窗才能关上 所以我们比划一下 好 这是标记 我们现在把它滚进去 哎呦 这个太硬了 这个太硬了 看刚刚好错开它 然后我们现在上底下这颗螺丝 拱进去 哎呀 终于拱进去了 好了 安装完毕 用法就是这样子 OK 这样的话它这个粒壁就会很结实 这个粒就很大 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开这么一点窗户 它这个厚度还是挺厚的啊 就两毫米厚 强度还是可以 好吧 好吧 以后刮到这个窗户 好吧 然后我们下风也可以开窗了 好 接下来来换儿童房的窗户 OK 第二个装完 还有最后两个 装在客厅 OK 客厅的两个已经装完了 看一下 这是关上窗户的样子 看现在就有风 看现在就有风 所以咱们得 把它 撑住 OK 好了 现在就达到了 只开一点点窗 又不会特别吹 然后还能起到一定的通风效果 哎 今天刚好刮大风了吧 你看 开一个这样的小份 刚刚好 又不是特别吹人 房间里还能通风 好 OK 我的这个窗户的 纤维器的问题 就解决了啊 以后呢 我就不怕刮大风了 刮大风的时候 可以开一条小份 然后房间里也可以通风 然后也不用担心窗户 会被 闪来闪去 所以这也算是 解决了房子的一个问题 也算是一个小问题吧 你一个房子住的舒不舒服呢 主要就是 这些细节的那些东西 能不能处理好 那我今天又解决了一下 小的细节啊 然后之后呢 我也会不断的发现问题 然后不断的去改进 争取把我这个房子打造成 我心目中非常完美的住房 OK 那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